聖文 聖文 徒宗 各位平安 圣经中教导我们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就幸必与他同活 今天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 我们要在各样的困难当中 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 祝福各位 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 撒末尔记下十一章一到十三节 过了一年 到猎王出战的时候 大魏又拆派约鸦 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就打败雅门人围攻拉巴 大魏人住在耶路撒冷 一日太阳平息 大魏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 看见一个妇人沐浴 容貌甚美 大魏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 有人说 她是以怜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的妻拔是八 大魏差人去将妇人接来 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 她来了 大魏与她同房 她就回家去了 于是她怀了孕 打发人去告诉大魏说 我怀了孕 大魏差人到约亚那里 说 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 约亚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魏 乌利亚来了 大魏问约亚好 也问兵好 又问征战的事怎样 大魏对乌利亚说 你回家去洗洗脚吧 乌利亚出了王宫 随后王送她一份食物 乌利亚却和她主人的仆人 一同睡在宫门外 没有回家去 有人告诉大魏说 乌利亚没有回家去 大魏就问乌利亚说 你从远路上来 为什么不回家去呢 乌利亚对大魏说 约贵和以色列与尤大兵都住在棚里 我主约亚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 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情呢 我敢在王面前启示 我绝不行这事 大魏吩咐乌利亚说 你今日仍住在这里 明日我打发你去 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 大魏召了乌利亚来 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 使他喝醉 到了晚上 乌利亚出去 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 还没有回到家里去 弟兄姐妹平安 4月27号的QT经文是 《撒摩尔记下11章1到13节》 我们先来默想这一段经文 前一段讲到亚门跟亚兰人的联军 以及再度打败亚兰的战役 这一段就讲到 到了第二年春天 猎王又要发动战争的时节 大魏差遣约压 率领重将领 以及以色列的大军出征 他自己则是留在耶路撒冷 他们打败亚门人之后 又围攻亚门人的首都拉巴 就在有一天的黄昏 大魏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顶上散步 他的生活过得很闲散 大魏就看见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 在沐浴 大魏就派人去打听这个女人是谁 得知她是以连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 大魏就差人把她接来 她来了 大魏就与她同情 那时候她的月经刚洁净 在这之后她便回家去了 我们看到大魏很显然是浴火攻心 不管拔士巴已经是有夫之妇 动用自己的权柄跟声望 达到一己之私的目的 拔士巴怀孕了 就派人去告诉大魏 大魏便传信给约亚 叫他派赫人乌利亚来见大魏 乌利亚来了 大魏就问他有关约亚 士兵和战争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吩咐他回家休息 很显然的 大魏是希望乌利亚难得回家 可以和妻子同情 这样 巴斯巴怀孕的事就顺理成仓 乌利亚也不会起疑 而乌利亚离开皇宫之后 收到大魏送的一份礼物 也是希望他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回家 但乌利亚却跟王的仆人一同睡在皇宫门口 没有回家 大魏得知乌利亚没有回家 就问他说远到回来 为什么不回家休息呢 乌利亚说约贵以色列人都在帐篷里 而他的祖跟约亚跟军队也都还在田间扎营 他怎么可以回家自己吃喝快乐 与妻子同情 他在王的面前他说他敢起事 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这里看到乌利亚为人刚正 不寻思 难得从战场回来 也不愿自己享乐 但这就让大魏的算计没有成功 大魏就叫乌利亚再住一天 明天再派他回去 于是乌利亚那日就留在耶路撒冷 第二天大魏邀请他一同吃饭 还把他给灌醉了 应该是想乌利亚喝醉之后 就不会在意是否回家 可是到了晚上 乌利亚他还是不肯回家 仍然跟王的其他士兵一同的住宿 军队在外打仗 我们看到大魏难得在王宫过着一个比较闲散的生活 从看见拔斯巴洗澡 他的心就开始被那个私欲所占满 他所做的事情就开始偏邪 运用他的权柄都是为了自私算计的目的 他知道拔斯巴怀孕之后 他所想的就是如何遮掩这件事 不要让人知道 在过程中乌利亚的刚正 让大魏的盘算落空 大魏的心应该是更加的焦急了 却好像忘了上帝的见察 他也早已经逾越了上帝所示下的实戒 在贪恋者不属于他的东西 以上就是这段经文的默想 弟兄姐妹平安 从前面的经文默想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则 那就是面对情欲的试探 要坚决迅速的逃避 保守自己的眼目和心 不要容让私欲怀胎 今天的QT提醒我们 情欲试探的可怕之处 就在于一旦开始 容让私欲怀了胎 就会一路的往下滑 往败坏前进 而且是越来越难杀住 如果一旦生出罪恶 又会想要遮掩自己的罪恶 结果我们看到就是像大卫一样 满脑子都充满了自私算计 运用自己所能掌控的权柄 资源都在为着自私的目的而服务着 这时候的大卫一定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判断 满脑子想的就是不要让人知道 他与八十八之间的奸淫关系 如果连和合神心意的王大卫都会如此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我们的自制力会比大卫强 这不是说人都不能休息放松 好像放松就是罪 就一定会出问题 我想大卫从年轻就开始率军打仗 他打了那么多年 能够开始放手交给底下的将军 这也是迟早应该要做的事 毕竟在王的职份上 他不是只有打仗 还有其他治理国家的事情要做 人也需要适度的放松休息 像上帝定下安息日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人工作六天 休息一天 我想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放松的时候 我们都有可能遇见试探 关键还是在于 我们平常就要紧紧的抓住上帝 首先就是平常要多为自己祷告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有限 需要上帝的保护 并且如同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当中 我们要祈求上帝保守自己 不要遇见试探 也就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 在祷告中警醒自己的心 也与自己的眼目立约 不要看到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现今的试探诱惑 事实上是比以前更容易存在的 网路资讯发达 不管今天是工作或是休闲上网 我们看到往往很容易就会跳出一些广告 有些标题或图片一看可能就知道是跟一些情色是有关的 这时候绝不要容让自己有想点进去的念头 而是要马上的离开 平常就要给自己定下清楚的界限 绝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也要常常去思想 上帝所示下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 特别是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要努力的经营 好好的去爱 并且要懂得珍惜和感恩 圣经上也提醒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尾声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更是重要的 借着在小组中真诚的分享和带导 聆听和顺服权柄的教导 让我们自己是有扶持跟遮盖的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从大卫我们看到他迷失在自己的情欲当中 接下来他就开始做出一连串 都是自私算计的事 主啊这提醒我们情欲的试探是多么的可怕 主啊我们要与我们自己的心 与我们的眼目立约 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现今的网络资讯发达 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要提醒自己 绝不要轻易的就点进去 要逃避 主啊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原则 我们也要常常思想 我们自己从上帝所领受的 要一个珍惜跟感恩的心 主啊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 远离那些试探跟诱惑 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